透过这张照片可以知道 其实歌仔戏其实是很辛苦的 导览员正在介绍黄伯基医师 在歌仔戏剧场的后台拍下的演员日常 出身东港的黄伯基是个小儿科医师 在偶然机会买下人生手台照相机后 开启了长达半世纪的摄影岁月 他充满写实及穿透力的作品 不仅能捕捉时代故事 更能让观赏者从照片中 见证台湾的乡土艺术足迹 这一次我们屏东文化会馆展出的是 光音剧场 黄伯基 光影五十载 摄影回顾展 那此次照片是精选出黄医师 六七年代约八十多幅的作品 那有三大主题 第一是时代人情 第二是都会变迁 第三就是象征心意 那黄伯基医师呢 是出生于我们屏东在地的东港 黄医师呢 他是一位医术精良的小儿科医师哦 在他33岁时 某个机缘下购买了人生第一部的相机 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一生之缘 为了推动文化寻根 建构台湾艺术社区化的理念 台湾创架学会在竹田成立屏东文化会馆 以免费的一文展出 期盼提高乡亲的艺术涵养 而近年初首展的父子连展后 此次展出作品 以这位一手新衣 一手拿相机的黄伯基 用照片述说他的故事 观赏者也能透过作品 看见他为台湾所保存的美好历史影像 许多人来看黄医师的作品 都有感而发的说 黄医师的照片不只是技法和意境 黄医师的作品 连温度跟自然感都拍出来了 但透过这些影像来回忆过去 跟小朋友来叙述久远的故事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温馨 还有我们有一个互动区 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佩戴道具 让观众从静态转为动态 来拍下属于自己的照片 而为了让民众更亲近作品 会馆也特别筹划互动区 提供游客拍照打卡 走进照片故事中 光影剧场黄伯记 光影五十载摄影回顾展 将从即日起至十月五号 在竹田乡台湾创架学会 屏东文化会馆展出 欢迎乡亲勇约到访 透过黄医师的镜头 唤醒记忆中的台湾原位 屏东讯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点赞期望 点赞期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